虽然用米股粉做烘培 在台湾还是刚起步的阶段 不过国内有不少知名的面包店和大饭店 都率先响应政府的政策 推出用米做的吐司 面包还有蛋糕 也提供消费者更多不同的选择 QQ嫩嫩的白吐司 不说你一定不知道 这里头可是加了三分之一的米股粉 配合政府推广米食 台北市知名的面包老店 特地研发新产品 其实一般的消费者的消费习惯 其实我们都习惯吃米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 在糕点的运用上面 我们可以回到我们最初的初衷 就是使用米来做一些产品的开发 那我们其实一般的人 我们都是习惯吃米的东西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这样子让大家更感受到 当初的一些初衷跟原始的滋味 那你可以在吃面包鸡点的时候 也可以吃到米香 然后回归到最淳朴 最直接的那个年代的时候的感觉 除了白米 也有饭店业者推出了加入紫米 红糊米的健康面包 虽然成本比一般的面粉贵了一些 但营养更加分 像我们这个紫色 就是那个我们所称的黑糯米 就是紫米的面包 然后另外一种红色这个 就是那个红糯米的 就是它有那个再来米粉 然后有加红麒菌下去做的 就是俗称的红米 其实运用米糊粉做烘焙 在国内还在刚起步的阶段 虽然有一定的困难度 但还是有不少业者愿意尝试 其实我们在制作的时候 就是说那个米粉的那个比例啊 可能要就是要去揣摩 因为如果加太多的话 可能那个筋性就是比较烂 就是打不起来 所以我们就是慢慢慢慢 把那个比例调到可以的形态 然后又有那个口感 所以这个比例就是要调蛮久的 那吃起来贵有什么 其实添加这个米粉的话 它吃起来反而 就是说它的保湿性 会比一般全部都用面粉来做 还更有那个保湿性 烘焙业者努力研发推出新产品 以希望消费者能够以最实际的行动 来支持国产稻米 天安宁新闻王嘉宏 你们会台北裁缝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